波斯頓龍蝦大口吃 天使紅蝦一隻一隻撥 民眾到了吃到飽自助餐 第一個要吃的 當然就是這些高檔的海鮮 才能值回票價 但民眾吃得很開心 業者可是叫苦連天 連一般的海鮮餐廳 都因為進口水產價格高 成本降不下來苦哈哈 目前是以波斯頓龍蝦的成本 為最高 不過我們用這些東西 說實在這個成本打發去 已經說得有點吃不下 台灣水產70%都是依賴進口 像是鮭魚 干貝 螃蟹 蝦子 都要從國外買 但水產進口關稅居高不下 讓進口業者只能咬著牙做生意 中國 韓國 日本 關稅都是5% 偏偏台灣關稅高達30% 特殊魚類甚至高達50% 高出鄰近國家2到10倍 加上國際原物料不斷飆漲 讓進口業者也準備要大漲價 要把價格反映在消費者身上 所以運量就是說明明 如果真的政府不聽 我們業者的心跟他聽不進去 我們就如俗生報 水產的所有進口成本機會 漲差不多40%以上 光是水產原物料 就要大漲40% 要下游的餐廳和賣場 該怎麼經營生存 農委會和漁業署淡淡丟出一句 水產品的替代性高 不用進口 也可以用別的海鮮取代 讓進口業者大傻眼 和公家單位協調 降關稅破局 到最後最苦的 還是最下下游的老百姓 記者蔡雙琦 侯顧問 黃世雲 高雄嘉義 綜合報導